台北市政府是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动员乐会中 表扬了60年度的特优旅长 28位特优旅长在颁奖以后 女旅长张鲜英代表致辞 表示今后将以更高的热忱 推行必方自治的基层工作 服务教育界40多年 最近才退休的第一女子高级中学校长江学朱 以及其他各单位服务成绩优良的人员 今天也在会中受到了表扬